世界上第一个冷冻人叫詹姆斯·贝德福德 他是一位心理学教授 1965年被确诊为是乃瓦七 从他的朋友罗伯特·宁尔森那里得知冷冻人体技术后 表示愿意参加实验 在此前的研究中 人们发现有些细胞和组织在冷到极致的温度后 会进入一个假死的状态 并在解冻后恢复正常 比如精子、青蛙以及病毒等 所以冷冻人技术存在理论上的可行性 虽然相关研究还未完善 但留给贝德福德考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最终他选择孤注一字 独一宝 寄希望于未来的科技 签署了冷冻50年的资源书 1967年1月12日 73岁的贝德福德教授被搜上了手术台 医生迅速将其身体冻结 并注射了二甲基亚风 防止细胞内和细胞外产生冰心 有助于保护器官和组织 时候就将尸体转入全室干冰的保温罐中 再运出医院 保存在专门的冷冻仓库中 这时用的是零下196摄氏度的液氮罐 之后贝德福德一直被保存在冷藏室中 只在1991年被转移到更前进的罐子中 而且从单人的冷藏罐变成了多人的 他们和贝德福德一样签署了资源书 等待人类能够治愈所有疾病之时 再次起来 但由于贝德福德只支付了50年的冷冻费用 且没有子孙进行续费 因此在2017年 人都公司宣布将对贝德福德进行解冻 但两年过去了 依然没有任何关于贝德福德复活的消息 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想收看更多奇葩事 欢迎关注小K 每天都会更新